深圳是目前中国房价最高的城市 2022年 深圳地产的均价已经突破了6万元每平方米 然而就是在寸土寸金的深圳楼市 有一片坐落在中心商顶的豪宅项目 荒废至今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 开发商以配件旅游文化城的名义 在这里大兴土木东建别墅项目 然而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对外开放 那么这些豪宅为何会烂尾至今 今天咱们就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深圳豪华烂尾别墅的事情 别墅的地址位于深圳市龙杆区 布局街道的鸡公山内 这里是深圳市中心的最高峰 海帕高度达到了445米 站在山顶就可以俯瞰整个深圳龙杆 罗湖还有福田三大片区 是深圳当地著名的芬景明圣区 和重要的佛教圣地 早在1998年的时候 一家名为深圳大贸股份的有限公司 拿到了鸡公山的土地与环境评估报告 他们要在鸡公山上开发 14万平方米的大型温率项目 这个项目在当时叫做中国饮食文化城 深圳人只要来到这里 就可以品尝到中国所有的特色美食 是深圳市21世纪初的重大建设项目 和十大旅游项目 南俄开发公司却占着开发旅游区的名义 在鸡公山顶搭建豪宅项目 大贸公司将鸡公山设为了分闭管理区 每月除了初一和食物以外 禁止人们入泪 当时的分商措施 还引发了当地民众的强烈不满 那么一家房产公司为什么能有如此大的权力进行分商呢 根据网络的信息显示 深圳大贸公司成立于1993年 它的法定代表人是欧阳江斌 这是一家专门承接区政府行政事业工程的地产公司 主要是开发政府的福利房 以及其他的工程代建项目 可以看出它的背后有着很深的关系网 极公山项目共分为两期开发 其中一期是位于极公山东侧的七胜公附近 它的总占地面积达到了七万平方米 这里在过去 一直是当地村民休闲和精神的场所 当时开发商来到这里后 却在商腰间凭空地多出了数座奇怪的建筑 这些建筑履于悬崖湖畔 在2005年的时候就已经基本完工了 当时完工后一直没有对外造商 原因是在2005年 深圳市政府有出台了一个 深圳基本生态管理县的规定 规定中将基工商片区 划入了深圳基本生态县内 也就是说严禁在机工商上 开发任何与景区无关的项目 结果就导致一期项目全部被分庭 奇怪的是到后来 开发商竟然又干起了二期项目 在2012年的时候 深圳大购公司不知道通过什么方法 再次获得了二号地块的审批手续 当时有媒体问他们 为什么一期美交付还要改二期 他们公司给出的说法是 这些别墅迟早有一天会对外出售 只是现在还不慢 看样子他们是要囤积这里的稀缺资源 等到哪天有机会了再以高价出售 然而这么多年 深圳的土地一直在升值 这对他们来说并不一定是坏事 二期项目的位置要比一期还要好 它位于一期西南面 400多米的山腰腹地 位置占得更高 可以俯视整个深圳市区 这里的大部分房屋 都建在第四显腰的山体盘 地基全部是裸露在山体外沿的 底下是高达120米的架工层 并且全部采用两层楼的欧式建筑 看起来确实是经过审批后才修建的 这些别墅没有地下车库 车库全部都设计在房屋的正门口 每户只配备了两个停车位 正常来说 这样的别墅都存在一大家子人 共同居住的情况 两个车位是肯定不够用的 从这点可以看出 这些豪宅的定位 只是给富人们平时用来度假的场所 他们的屋内并没有太多的房间 采用的是6米条高的设计 看起来非常高端 当时在别墅建成后 也一直没有传出要出售的消息 并且是禁止任何人员进入该物业 上百座毫毫别墅 就这样荒废了十多年 现在网上有一些网友 也提出了很多质疑 比如说机工山 作为深圳的生态红线区 为什么可以在山上 大兴土木洞建别墅项目 这对当地的生态环境 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看上去也并不美光 它的背后是否存在着 严重的腐败问题 现在的深圳 一边是高不可攀的房价 有很多年轻人 月收入不足一万元 如果没有家里的支持 就是干一辈子 不知道要干到猴年马月 才能买得起深圳的一套房子 在现实社会上 又有几个女人 愿意嫁给没有房子的男人了 然而另一边 却是大面积空置的富人区 他们宁愿荒废着 也不给真正需要房子的甘须易住 这种现象 对于日渐强盛的中国来说 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好了 今天的烂尾楼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